打球的时候为什么总心慌 怎样调整心态呢 如希立功所谓关心则乱 心慌说明你想赢球呀 哈哈 而且越关键的球星越慌 即便是最优秀的职业运动员 在自己在乎的比赛中 也会出现心慌的情况 因此不用太苛求自己 连训练十多年以上的职业运动员都逃脱不了 何况业余选手呢 还记得李宗伟吗 20年的职业生涯 一个世界冠军头衔都没有 为啥 归根结底还是在处理关键场次 关键球时心态出了问题 第一次第二次情有可原 三次以上说明心结始终无法解开 关于比赛中的心理素质调整与训练 国家级的队伍中 专门配备有心理教练或者心理专家 指导运动员在平时的训练中 如何解决心理问题 以及在比赛中如何有效地调整心理状态 具体方法很多 但总结下来最重要的是两个途径 一是如何思考 包括自我暗示 自我设定思想环境与边界 二是出现问题后如何调整 包括精神层面和物理层面的 业余球友们不可能有这样的待遇 也没有必要 那我们咋办呢 办法也很简单 就是不在乎 只要你不在乎胜负 不在乎得分失分 你就会有无比强大的心理素质 所以 应了我前面的那句话 关心则乱 都死猪了还怕开水烫吗 是吧 哈哈 我在打球的时候 特别是双打 一上场算比分 不自觉的就会紧张 然后动作僵硬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陈里全比赛 关于这一点 你和李宗伟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你算分就会紧张 李宗伟是大赛时 关键球的处理紧张 用李宗伟做比较 我想说的是 在比赛中紧张不分人 无论你是业余球手 还是专业运动员 甚至是顶级球员也会如此 在比赛中出现紧张现象 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 一是你对结果 特别是对胜利的期望过于苛求 二是你对自己的水平 没有足够的信心 紧张后 人的注意力 就不能有效地集中在战术 技术等方面 因为紧张 血液中消耗氧很快 甚至会快过摄入 所以 肌肉就会很快感觉疲劳 严重时会抽筋 因此 解决问题的关键 一是你对胜负的态度要转变 输球就是打比赛的结果之一 输球是一定会有的 只是多少而已 连超级单最近都在频繁输球 你输球有啥放不下的 二是多打比赛 初学者紧张的大部分原因 是比赛太少 说句玩笑话 输多了也就不在乎多输一场了 频繁的比赛会冲淡 你对得失的关注度 三是在比赛中 要学会把注意力 放在每一个技术动作的完成上 还要注意打完球后步伐的 回动等技术环节 小的完成一个动作开始 学会对注意力的控制 越来越放松以后 才会把注意力逐渐放在 对对手的战术打法 技术特点和我方的应变等 更重要的环节上 学会控制自己在场上的情绪 注意力等飞纯技术环节 也是羽毛球整体水平的一部分 它是保障我们发挥 应有技战术水平的关键 这一点和其他组成 个体水平的因素 如技术等一样 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的 我最喜欢打单打 但是每刀赛点心里就十分慌张 比方说打到20比19对方领先时 我就很慌 请问林老师该怎么调节自己心态 我是超级无敌好人 关键比分时心态失衡 与技术水平没有太大关系 与人的神经类型和经验有关 如李宗伟 在两次奥运会决赛时 都是因为处理关键球的心态 掌握不好 结果两次都屈居亚军 造成这种结果的因素主要有两个 一是对比赛结果的过度期待 导致了对技术术的注意力不够集中 将精力主要用在了对比赛结果的憧憬上 二是对自己的技战术水平不自信 导致战术运用不合理 如过度进攻和消极防守 李宗伟在伦敦奥运会决赛第三局的最后几分 就是因过度消极的拉掉而造成被动 被林丹抓住了机会 从而丢掉了整场比赛 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首先要冷静 注意力和专注度要保持高度集中 既要积极主动 又不能过度冒险 一句话 在耐心中求得主动进攻的机会 速度是此时战术的核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